一星期一本书 再忙也不忘记充电 我是安东尼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 人不能太贤 贤是一种福气 而太贤不是 就像林语堂说的 人莫乐于贤 非无所事事之位也 太贤的人 人整天无所事事 反而容易患得患失 所以太贤不是福气 而是灾难 曾看过一个挠痒定律 本来并不觉得痒 但是闲来无事挠了一下 结果就越挠越痒 烦恼也是如此 太贤容易胡思乱想 老是去想那些烦恼 结果越来越烦躁 人一旦无所事事 就容易胡思乱想 杂念丛生 去年疫情时 老家有一个叔叔的饭馆 倒闭了 之前天天忙于生意的他 突然闲下来了 家人都安慰他 让他趁机休息一段时间 好好调整自己 刚开始呢 他很开心 终于可以休息了 因为疫情不可以随意出行游玩 他每天可以睡到中午 妻子做好饭菜 就喊他 整天要么是玩手机 看电视 要么是无所事事 这让他更加不开心 面对家里的开销 孩子上学的费用 父母的医药费 他越来越焦虑了 每晚都失眠 白天无精打采 还经常头痛 他和家人说 好像自己的身体出问题了 可去医院检查 显示他的身体很健康 回到家之后呢 婶婶对他说 你这就是闲的 自己吓自己 你做几天家务 让我歇一歇 我真叔叔做了几天家务之后 头部痛了 精神状态也好了 人贤必生杂念 心贤必生杂事 人太贤才会有时间 去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在生活中 可以经常看到一些人 自怨自艺 过得十分不开心 因为太贤的生活 配不上他们的野心 所以心生烦恼 当你忙起来的时候 就没有时间和精力 去胡思乱想了 忙才是治愈一切烦恼 和矫情的良药 罗曼·罗兰说 生活中最沉重的负担 不是工作 而是无聊 忙碌的生活 会让人过得充实 太闲的生活 会让人过得颓废 要知道 毁掉一个人 最好的方式 不是吹捧 而是让他闲下来 荒废度日 看过这样的一个故事 张姨是一个单亲妈妈 年轻时十分拼命 儿子成家了 她也退休了 张姨觉得自己 辛苦了一辈子 应该想轻浮了 她每天不做家务 不带孙子 就去小区楼下溜达 到点就回家吃饭了 儿媳念及她不容易 虽然忙的时候有委屈 但也没有表达出来 可是儿媳的委屈 和难过积攒太多了 终于忍不住 和儿子吵了架 丢下孩子 毁了娘家 儿子要上班 照顾家里的责任 就落到了张姨肩上 习惯了安逸的张姨 一下子乱了手脚 孙子让她几度崩溃 一天下来 张姨连饭都顾不上吃 她十分的挫败 她还自嘲 以前一个人拉扯 一个孩子都挺过来了 现在玩了一段时间 连带小孩都费劲了 儿子下班后 张姨让儿子 快接儿媳回家 儿媳回家之后呢 张姨一改往日作风 自己会主动帮忙 分担家务 家庭关系也更加和谐 闲下来时 儿媳也会带她出去游玩 竟享天伦之乐 人就是如此 用尽 废退 为人做事 贤则生废 勤才能成事 肖申客的旧熟中 有句话说 不要困在你的安逸中 太安逸的生活 不仅会消磨人的意志 还会剥夺走 所拥有的 忙 总有收获 闲 一无所获 千万别让一时的安逸 毁了自己 拥有的幸福 洪应鸣说 人生太闲 则别念切生 人是不能太闲的 闲久了 努力一下 就以为是拼命了 在这个世上 每个人想要的所有东西 其实都是明码标价的 你要好的工作 就要拼尽全力去争取 你要好的生活 就要勤勤恳恳去努力 忙的人生充实有滋味 闲的人生空虚又无聊 人生路漫漫 还是要将日子过得充实 才有意义 绘画大师齐白石 七十岁时 依然坚持每天作画 不断精进自己的话迹 不让自己在一天中 处于空闲 杂交水稻之父 袁隆平九十岁时 依旧坚持在田间搞科研 即使参加一些表彰活动 他也表示自己 放不下那些水稻 北大终身教授 纪献林在他九十岁时 每天依旧四五点钟起床 白天坚持教学工作 晚上还要抽几个小时 读书治学 他们活得充实 也在各自领域 做出了自己的成绩 劝民中说 人在忙碌的时候 会忘记自己的年龄 他们会将日子过得更充实 心情愉快了 身体也会越活越年轻 人不能太闲 不能太懒 一闲一懒 很多毛病都出来了 无所事事地打发时间 会发现时间过得很快 但回过头看 什么都没有留下 所以即使在闲的时候 也要找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去做 让自己的日子过充实 等以后回想过去时 才不会有遗憾 古语说 人嫌是非多 百忙解千仇 人一旦忙碌起来 就不会给烦恼留缝隙 行走于人世间 可以适时闲下来调整自己 但不能让太闲 荒废自己 人生苦短 让自己忙起来 才有可能看到更多的美景 登上更高的山峰 愿你我都能在人生路上 忙得有滋味 闲得有价值 遇见更好的生活 今天的文章就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文章 可以在文末点亮再看 也可以在留言区 说出你的观点 我是安东尼 我们明天再见